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Toto 現在我們在前往南下的路上 今天因為有個觀眾 他非常極度 極力 非常 他跟我推薦的一間 他覺得還不錯的餐廳 所以現在我們要一起前往 他所推薦的地方 那我們一起出發吧 GO 大家好 我是Toto 我現在來到台中這裡了 今天我們要來吃這一家 壽喜燒一丁 他這間火鍋店 他的母公司 就是我們上次去吃了 你吃到會嚇死人的火鍋店 就想說我們上次體驗 感覺還不錯的話 那我們來吃吃看他的子公司 不知道吃起來會如何 那等一下我們一起進去吃吃看 壽喜燒一丁的表現會是如何 GO 今天幫您做個點燈的介紹 首先是我們的鍋底 有原味的蒜汁 想要跟麻辣鍋 那今天想要用什麼樣的鍋底 如果說我們有鴛鴦鍋的話 那會有一個一排圓的鍋底 那我要鴛鴦鍋 那我要鴛鴦鍋 那下面是要用什麼樣的鍋底 這是我們的腹鴦鍋 不要腹鴦 不要腹鴦 謝謝 那可以先幫您倒箱 那我手上這個是我們的一炮金章和牛 就是幫您下鍋 介紹一下我們的肉品 牛肉部分 第一盤是 牛肉小排 南劍牛 雙醬牛 以及小花牛 那牛肉部分 我們建議七分熟最好吃 這邊的話是雙醬豬 以及梅花豬 那羊肉的話 我們建議最後再吃 它的風味會比較重口味一點 那就是鮮嫩雞柳條 那再幫您下醬汁 我們先幫您說一下我們的新鮮食術 老師要可以跟我說 喔 我要白蘿蔔 好 下面有玉米筍 大白菜 跟大豆腐 那玉米筍喔 好 那先幫您放這邊 謝謝 謝謝 那我們第一輪的東西倒進來了 今天它這邊的用餐價格 好像是四百多塊加一成的服務費 那這邊的話有豆類跟乳類 有金針菇就好了 還有洋蔥 謝謝 謝謝你 好 OK啦 那我們應該是準備就緒了吧 應該不會這有什麼東西來了 我們開動吧 好 那我們先來喝喝看這個麻辣湯的味道如何吧 好 如果各位對於吃辣沒有太大的喜好的話 我覺得直接點瘦洗過就夠了 好啦那我們先從這些肉片開始吧 第一輪的這些肉啊 我是覺得說 它都要用這兩種湯頭各算一半看看 那它現場這邊醬料的話 它有提供這種生雞蛋的 我等等這根那種藥看看有沒有蔥花好了 你們吃這個蛋醬的時候啊 你們會把它攪散嗎 請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吧 來吧先來吃吃看 壽喜燒羊肉 等等各位 這羊肉味道沒有很重啊 這吃起來是一個非常極為清爽的羊肉 再試試看這個麻辣羊肉 它用麻辣湯煮出來的羊肉 它反而有帶出羊肉的燒味 我還蠻喜歡它這個燒味的 竟然整塊都掉進去了 可惡 我跟我們來吃吃看這個雪花牛 雪花牛它很完整的把這個火鍋湯底的味道 好 完整帶到口中裡面了 我們先不要沾蛋汁吃吃看 好像感覺煮七分熟還是有點老了 那接下來 試試看蛋汁 變得十分的溫柔滑順耶 麻辣口味的 咳 沒有 還有什麼需要嗎 沒有需要 請問你有沒有那個蔥嗎 蔥目前還沒有 待會兒需要辣椒配給我的 需要來一些嗎 好 謝謝 五分熟的肉 這個可以捏 那接下來吃吃看 麻辣牛肉 它這個麻辣湯跟它的牛非常的 哇 各位它這個肉片切得好大片喔 很可以捏 你們看一下 如此的紅潤紅潤呢 好軟嫩喔 那接下來它這邊有這種雞柳條 我們先把它丟下去吧 它是最耐煮的東西 那接下來就換豬肉的部分了 來吃吃看這個來自丹麥的梅花豬 好啊 那好啊 請給我五盤小羔羊 還有一盤板劍牛跟五盤雙醬牛 謝謝 那我們再吃吃看 麻辣豬 我覺得應該可以把裡面煮的雞肉 還有和牛漢堡全部都拿起來了 先來吃吃看 壽喜鍋煮出來的豬肉 接下來試試看 麻辣豬肉片 OK我大概了解了 等一下我們就煮壽喜鍋就好了 我覺得今天有品嘗到它的味道就好了 我們接著來吃 壽喜和牛漢堡 那接下來換這個雞柳條的部分 那這碗麻辣糖的部分 我們就直接吃掉了 來把菜盤 催下去 剛剛我還有再重新點一次板劍牛 我們再給它一次機會 5分熟的板劍牛 我覺得它這個肉算成5分熟過後 它瞬間從大廚變成小廚耶 嗯 那這些蔬菜應該也煮得差不多 我們先把它放旁邊 它不用像牛肉可能要一盤一盤的來 我們羊肉就直接給它all in 下去了 還有後面的兩盤也全部下去了 還有後面的兩盤也全部下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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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金針菇洋蔥 我們今天蔬菜攝取量已經夠了 那接下來換這個雙醬牛的部分 我們要算成五分熟 那這個牛肉我們一樣算成五分熟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想要嘗試一片一片酸酸看的口感啊 我想我們最後這兩盤牛肉一次算下去喔 感覺是一模一樣的 吃完了 可以再給我十盤羊肉嗎 還有那個雙醬豬五盤 謝謝 接下來開始繼續算肉片嗎 嗯 嗯 它這個豬肉去沾了加入辣椒的蛋汁過後 它這個烤中表現非常的完美啊 這樣子我會更期待下一盤的表現呢 我們繼續涮下去吧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天啊 面对这一盘一盘的肉 我觉得等一下我想要吃点甜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各位 那我们就把这剩下的丝盘羊肉处理起来吧 羊肉吃起来啊 来吧 那我们一次算两盘的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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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下一次算三盘下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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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吃吧 OK啦各位,是說它這邊已經快要休息了 那我們就趕快把握最後的時間吃點甜點吧 給你看一下 晶瑩剔透的 這水蜜桃好爽口 我們剛剛吃一大堆肉片的那種油膩感 瞬間就隨著果凍一起消散 還有這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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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nn 好清爽的感覺喔 那各位,那這個應該就是奶肉了吧 欸欸欸欸,這不太過分了 它這個是慕斯啊 你們看一下喔 那最後我們就用這個布蕾來做個完美的結尾吧 好啦吃完了各位 那等一下我們去捷格站這道外面做結尾吧 大家好,我是土豆 我現在來到了泰安休息站這裡啊 然後在我身後的是火岩山 好懷念這個地方啊 以前我住在台中的時候 我就常常齁 沒事就騎著這個AutoBi 所以這邊誰來誰去啊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愜意的地方 人生中到每個地方 每一段旅程每一個際遇到的滿一個人 它都是有意義的 只是我還是很喜歡中部這邊的環境啊 OK啦,那我們來說說今天我們吃 液丁壽喜燒的想法吧 今天我會來台中吃這個液丁壽喜燒 也是之前有一個觀眾一直在底下留言說 吃吃看沙鹿的液丁壽喜燒 一直留一直留一直留 可是我今天本來是要去沙鹿店那邊拍的 但他們跟我說沙鹿店正在整修 所以我今天才來到台中市區這間店 好啦,那就是今天花不到450元吃一餐 你可以吃到各種原肉肉片的壽喜燒 我覺得以今天的表現來說 不行不行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用比較的方式 那之前喔 我有去吃新莊的一丁二代目 還有吃過大喜鍋 他們都是同個集團的嘛 當初吃大喜鍋吃一鍋差不多250元 我們就可以吃爆一堆肉片 而且全部 三分之二都是蟲煮肉 我們在吃那些肉片的時候 他還有其他的火鍋料 甚至他的飲料啊 還有周邊的東西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今天我們來到這一邊 我們吃這個壽喜燒 他唯一可以一直點的就是肉 還有說他的複食啊 米啊 飯啊什麼的 我上次在新莊那邊吃到烏龍麵 我就覺得 我幹嘛沒事點烏龍麵來吃啊 呵呵呵 所以這次啊 當店員問我要吃什麼複食的時候 我直接說不必 可是知道我吃到後段尾聲的時候 負擔鐵拳他狠狠砸在我的身上啊 吃一堆原肉 我真的吃到嘴巴很酸很累 但是今天他這邊就是標榜 他全部都是原肉 至於他跟新莊那家一點比較的話 就幾乎是一模一樣 那如果各位啊 你們有什麼口袋吃到飽店 想要分享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喜歡我影片的話 記得要給我個訂閱啊 訂閱對我來說 是一個創作上最大的動力來源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囉